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徐 昨天有位粉丝朋友咨询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我在4S店做保养的时候 平常去做保养都是500块钱一次 然后呢 今天他帮我推荐了一个保养套餐 说是2000块钱就可以做7次 这个靠不靠谱问了我一下 说这个机油有没有可能是假的 让我给大家回答一下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4S店修理厂的这些保养套餐 它有没有什么的猫腻啊 给你们讲一下 首先给大家分析一下 4S店的保养套餐可不可以买啊 我个人建议是可以买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 你买的套餐 它要和你平常单次做保养的机油 要是一样的 那才可以买 否则的话就不要买 有可能它套餐内的机油 要比你单次换的机油级别要低一点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去买那个套餐 如果说机油是一样的 那完全可以买 当然啊 也不能说这个级别低的机油就不行 因为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嘛 是不是 级别高一点的机油 它肯定是要比级别低一点的机油好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有两辆车 同时都跑10万公里 同时换了10次机油 如果说你加好一点的机油 有可能你跑到10万公里 你不会烧机油 但是呢 有可能你换级别低一点的机油 你跑到10万公里 就有可能会烧机油了 也许有的朋友会说 我的车也跑了10万公里了 每次加的机油都不超过200块钱 那么我的车怎么没有烧机油 你是不是又小题大做了 这个怎么给大家讲呢 可能说每个发动机不一样啊 也许你的发动机可能就是级别不怎么样 说白了 你就是加100块钱的机油进去也没事 其实换机油就好比买衣服一样 你买500块钱的衣服也能穿 也能保暖 你买1万块钱呢 其实它也能保暖也能穿 只不过呢 这个1万块钱的可能是在做工材料 要比500块钱的要好的多 这就是区别 那么又有朋友可能会说了 我在网店上面看到一些机油 都要比你赛斯店的套餐机油还要便宜 你又怎么说呢 其实大家在网上看的很多产品 都要比实体店的便宜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网店有可能人家是厂家直销 就靠销量挣钱 但是实体店你不行啊 实体店上面下来已经挣了两道钱了 到我们手上已经是第三手了 所以说这个到你们手上 肯定就要比网店要贵 可能又有朋友会说了 修理厂赛斯店搞这些保养套餐 难道他不挣钱吗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有可能确实是不挣钱 反而有可能亏钱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 小徐你又在吹牛了 赛斯店怎么可能说倒贴钱给你做保养 其实这个真不是吹牛 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进到赛斯店了 反正我自己是除了首保去了一回赛斯店 就一直没有去过了 那么人家赛斯店他的成本那么高 仅仅是靠卖车是挣不了钱的 所以说还是要靠修车保养这一块 如果说你连做保养都不进赛斯店了 那人家怎么挣您的钱呢 现在外面的修理厂太多了 把这个原本赛斯店的客户 全部都给抢光了 以前换机有可能说还能挣一点钱 现在你换个机有除开师傅的公司费 这些提成之类的 你已经挣不了什么钱了 能保本都不错了 再加上有网店的冲击 所以说现在很多赛斯店或者修理厂 其实都不靠换机有来挣钱了 现在都是靠什么免费洗车 保养套餐 免费处理违章之类的 来吸引大家重新回到赛斯店 通过别的方式来挣钱 比如说事故车维修 保险理赔 板金喷漆 装饰美容等等 其实这个并不叫套路啊 只是说是一种营销方式而已 毕竟现在的车质量都变好了 你总得给人家留口饭吃 是不是 你把车一买就不进赛斯店了 人家靠什么挣钱呢 现在很多回赛斯店的车 要么就是去做首保的 还有的就是去理赔的 人家理赔也挣不了你什么钱呀 是不是 都是免费的 他们只能想这种办法来挽留客户 仅此而已 现在赛斯店被修理厂挤压 修理厂又被一些小店挤压 小店又被网店挤压 所以说现在实体店真的是比较难做 各行各业竞争都是比较大的 给大家讲了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到保养套餐里面的一些情况 如果说不了解的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小学视频的记得点赞加关注啊 下期视频再见拜拜